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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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墨西哥南部普外布拉州 於當地時間週二下午1點14分 台灣時間週三凌晨2點14分 發生規模7.1強震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 測得的數據 地震震源深度51公里 屬於淺層地震 距離鎮央100多公里外的 首都墨西哥市 也能感覺到強烈晃動 避往多處出現 建築物料擦破 嚴重風水的狀況 死傷的樹震一段上升當中 死傷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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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當地媒體之言 這起地震造成首都墨西哥市 重大傷亡 此外 墨西哥市的機場已暫停運作 民視交易所也暫停交易 顯示墨西哥對地震的衝擊 完全不敢大意 值得注意的是 週二適逢1985年 墨西哥市大地震32週年 墨西哥市民眾稍早還為此 舉行地震防災演習 想不到過沒幾小時 就真的發生大地震 1985年的墨西哥市8.0大地震 共躲走近萬條保護性命 而本月7日深夜 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 規模8.1強震 也造成至少98人喪生 是當地百年來最猛烈的大地震 國際中心綜合外面報導